昭和16年 1941年12月 日本和美国关系急剧恶化 于是双方在华盛顿开调解会议 事实上这次会议的结果已经不重要 对美英河的战争已经是建在弦上 为了准备即将爆发的战争 日本海军组织了最强有力的舰艇 变成强大的航空舰队 在北千岛丹光湾集合 开始向夏威夷南部的群岛出发 如果谈判成功 所有舰队按原路返回 一旦谈判破裂 作战按原计划进行 1941年12月8日 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56发来命令 国家的命运由此战决定 所有官兵必须全力以赴 北舰中尉正是航空母舰 飞车号上的飞行员 所有飞行员做好战前准备 并交队攻击时间 如若能顺利进入夏威夷岛 攻击战术和训练完全一样 所有飞行员登上飞机 一架架战机飞离航空母舰 这次攻击日近做足了充分准备 从六艘航空母舰上 起飞的第一部攻击 183架飞机 穿云破雾 铺向珍珠港 所有战机 锁定要轰炸的目标 虽然特效如同奥特曼打怪兽 但那毕竟是1960年拍摄的 属于早期拍摄的关于偷袭珍珠港的电影题材 齐齐成功后 北剑中尉放假回家 回到家乡之后 一些退伍军人 要北剑中尉把齐齐珍珠港的事情说给他们听 家里的母亲等候堕食 未婚妻也如期来到家里 为北剑中尉乘犯 她接到紧急命令回营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 日军一度掌握了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 他们的机动部队 所到之处 东齐夏威夷 西到大西洋 在五个多月的时间里 炸毁英美河舰艇 及运输舰队无数 而日军的舰艇 则损失甚为 这使得当时的日军士气高涨 对未来战斗意志都充满信心 第二航空大队司令官山口多文 他担心这种连续大规模作战 会不会是很大的麻烦 在珍珠港美国的舰队受到了攻击 但是航空母舰没有受损 而航空大队的官兵还沉浸在胜利当中 休假期间 就在北舰中尉要和未婚妻结婚的时候 舰队来了一封信 催促他尽快回去参战 北舰和未婚妻没有举行结婚仪式就离开了 然而他的妻子就这样搬进了他的屋子里 照顾北舰的母亲 1942年4月18日 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16架B-25式轰炸机 飞临东京上空投下炸弹和燃烧弹后顺风直飞中国 这次空袭震动了日本朝野 也刺激了山本 使他更加坚定了要进攻中途岛的决心 正当山本谋划这次行动时 1942年5月7日 珊瑚海战斗爆发 这是人类历史上航空母舰的首次大规模交锋 也是日本海军在太北洋第一次受挫 双方各自损失了一艘航母和一艘驱逐舰 这也是影片中的北舰中尉被紧急召回的原因 日军损失了77架飞机 急需得到飞行员补充 珊瑚海战斗对阻止日本入侵澳大利亚 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但也增强了山本政府中途岛的决心 他遇在那里建立一个飞机场 作为打击所有来自美国的船制的基地 这次作战由山本56亲自指挥 参战舰艇350艘 攻击机1000架 参战官兵大约10万 可以说是世界海军史上绝无仅有的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日本舰艇向中途岛方向出发 6月3日 距离中途岛还有48公里 然而舰队过意分散 山本56命令彼此间的联系 全部保持静默 如何联络是一个问题 如果美军偷袭的话 可是让他们占了便宜 6月4日清晨 日本第一部攻击机群 36架97式舰上攻击机 36架99式舰上轰炸机 和36架0式战斗机 开始从四艘航空母舰上同时起飞 108架舰载机 在英勇仗士海军大卫的率领下 出发攻击中途岛 第二部攻击机群也提到甲板上 清晨 日本舰载机向中途岛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驻扎在中途岛的美军战斗机也全部升空 迎击来返的日本战机 美军的轰炸机 包括了必要器型轰炸机 也向日本舰队发动缓击 中途岛上的防空炮密集的射击 使日本战机损失惨重 由于第一波的攻击遭到干扰 第一轮攻击打击不中分 于是第一波攻击机群准备开始返航 并向总部发出了需要进行第二次攻击的电报 而此时的侦察机还没有任何美国舰队的消息 根据情报显示 中途岛上的防御力量还很强 于是南运中将命令第二波原本对付美国舰队的飞机 改为对中途岛进行第二次轰炸 所有飞机把原来挂载的雨雷 改为了对地攻击的高爆炸弹 实际上从中途岛起飞的美军B1-7轰炸机 和浮冲轰炸机扑向南运的舰队 由于没有战斗机护航 很快就被南运派出的零式战斗机击退 这时的侦察机只是侦察到了从中途岛起飞的飞机 并未见到美军舰队的影子 这让飞龙号上的山口多纹很是怀疑 终于侦察机发现了美军的航空母舰 而此时的攻击机已经全部装上了高爆炸弹 即使当作雨雷机使用 这样的炸弹好像炸不开甲板 南运下令各舰停止装炸弹 飞机再次送回机库 重新改装雨雷 日本航空母舰的甲板上一片混乱 为了争取时间 线下的炸弹都胡乱对方在机库里 上午9点 南运命令舰队向美军特魂舰队靠近 以避开再来攻击的中途岛方面美机 准备全力进攻美军特魂舰队 此时美军雨雷轰炸机突然出现在南运舰队的上空 三枚一千磅的炸弹 有一枚命中了日军的赤城号航母 创造了一发炸弹击沉航母的战绩 飞龙号上的飞行员眼看着赤城号沉没海底 而家河、横旭、赤木也全部失去战斗力 飞龙号上的山口多文 命令飞行员全部升空 进攻美军航母 日军航空编队终于尾随美军轰炸机 找到了美军的越可乘号 并立即发动攻击 三颗炸弹命中越可乘号 由于越可乘号 以灭火且恢复航行能力 日军飞行员误把他当成另一艘航空母舰 此时的飞龙号 遭到了美军企业号航空母舰的 浮冲轰炸机的袭击 飞龙号当机命中四弹 船上一片火海 主舱室被打穿 飞龙号不久会下沉 败局已无可挽回 山口命令全舰人员开始离舰 而第二航空战队司令山口多文烧将 与舰长加莱指南大佐 选择与舰共臣 而山口多文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我们一开始就犯了大错误 可能与美开战 一开始就犯了严重错误 还是说山本的作战计划错误 而飞龙号在四十多分钟后 还没有沉没 无法挽救的飞龙号 最终被几方雨雷炸沉 而那最为关键的五分钟命运 则说法不一 日军在中东岛之战失败之后 还继续掩盖事实的真相 并向国民广播拒绝谎言 称中东岛之战最终胜利 敌人航母被击沉两艘 驱逐舰和护卫舰各一艘 并打掉美军飞机 总计二百八十九架 己方只损失航母一艘 还有一艘被打伤 损失飞机只有几十架 联合舰队在1941年 点燃了太平洋之火 不但超出了日本帝国的国力 甚至也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能力 中东岛之战失离之后 加速了日本走向灭亡之路 太平洋之蓝又名太平洋风暴 上映于1960年 影片中前100分钟 营造出为帝国和海军 荣耀而战的幻想 在结局十分钟彻底打破 这部电影与阿海军联合舰队 身本五十六 日本海大海战 一样属于军国主义召唤片 客观的说 全片确实有多处 美化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 比如宣传日本飞行员 如何应用无畏等一系列问题 而这场中东岛海战中的场面 比较激烈好看 当然1960年的水准 现在看起来有些土了 不过可以看出 特技指导是下了很多功夫的 以1960年标准来讲 已熟上乘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全部结束 喜欢的朋友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